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summarize,新联系的课程 在美国有这样巨证的课程 我非常謝謝他們從臺北過來 第一位在我左手邊 他雖然有一個title 正式的政治職位叫 臺北市市議員 之前是有總統副的 副秘書長 你那時候秘書長有人嗎 有有有 有楊晋天 因為都是比賽出來 所以我就忘記他就是病的 但是他最重要還有一個身份 他是很少見的 臺灣的政治領域以後的人物 如果不是選總統 如果不是柯文哲 如果不是到那個位階 他靠自己當時都還沒有當到市議員之前 他可以當選的原因 就是他把他的臉書經營到 他當時跟我說我破五十萬 後來就破八十萬 之後快要破一百萬 他還在街上跟人家鞠躬 我只要拜託你們讓我破一百萬 所以如果你們要學什麼叫做一步一腳 可以把自己的媒體經營到像他這樣 我覺得他是最好的現實說法者 因為他靠的並不是他參選 也不是龐大的廣告預算 完全不是 這是羅智強請大家給他掌聲 第二位 第二位以前在臺灣媒體界 這是傳統媒體界 所以他的感受會很強 他原來是政大新聞系畢業的 當時應該是充滿了理想進行政大新聞系 非常年輕就投入了臺灣的媒體 當時還在《中國時報》 是最有名的政治記者 之後他的文明太好 他寫了好多好多的書 他有個最大的特色 我看他那個玩笑 他寫過《宋楚瑜》 寫過好幾個人 給他寫的人不是就是上島了 甚至有的人就死掉了 然後他也寫過很出名的 傑出的臺灣的一位女儀師 一被他寫了 其實那女儀師這樣還是不錯 比如一被他寫就出事了 然後他也寫過我的一本書叫做 文切伴生員 被他寫過 到現在還活著 甚至不容易的事情 下節你好 然後他後來擔任了《中國時報》的總編輯 是臺灣幾乎接近第一位女性的總編輯 然後之後他現在在《風傳媒》擔任社長 他對傳統媒體人有夢 可是他也知道時代過去了 於是他和他的一群朋友們 一起經營了一個叫《風傳媒》 到現在為止他還是很努力的 做很多手工業 在這兩個不同的媒體裡頭跨越 以及他們《風傳媒》很辛苦地要經營出來 創造他的《business model》 我們現場兩位來賓 謝謝你們說吧 我們先給他們掌聲 謝謝 請歡迎收看 下一集中間好了 謝謝 我們就叫長幼有序最老 中間最年輕這樣 謝謝 這是一個英國的攝影師 叫做《Harris Newcomb》 Harris Newcomb 呢 他用了一個圖畫 他把它具象化了 就是我們現在的社區媒體 他人民媒體的狀況 這是一個古典主義的浪漫奢華 以前曾經有類似的情形 然後這是他的個展 他談的是描繪社區媒體 新一代的身份危機 你只在一群人裡頭 你裸露 你曝光 可是你們如此的擁擠 其實你是找不到自己的 你比過去其實更加不能呼吸 我們下一張 好 台灣網路社區媒體的力量及困境 我想這是我們今天 在一系列的網紅 或是網路經濟裡頭 如何經營的媒體 以及他的困境 我們待會兒來 請兩位不同角色的人先生說 下一個 這個年代還有記者嗎 這個問題是給夏鎮的 你準備了 再下一個 羅志強的網路來看策略 我們從這個題目開始 那我想對很多同學來說 我們先來困境 再來說困境 困境 困境裡頭 有些東西是跟困境沒有關係 可是也有關係 我先告訴各位為什麼沒有關係 前一日子我有一位朋友 他不知道為了什麼 我想他半夜被人打到 突然想要學總統 大家可能都猜得到他是誰 那是我才剛剛開完肺腺癌 我覺得他真是被雷打到 然後腦袋也不清楚 那我自己身體 腦袋也不是很清楚 我們現在都吃麻菲 吃麻醉型的吃痛藥 就被他逼下去 然後呢 他就跟我說他要競選 那我自己本身是 不介入台灣的政治 可是我想我可以幫他 那麼地涉事那麼久 我幫他最基本的忙 就是他如何在剛開始起步 佈局媒體廣告策略的時候 不要被騙錢 因為這樣我幫了他 第一筆路 可是這一筆路最後幫的是我 因為我大吃一斤 因為他是台灣的首富 每個人開出來的價格都知道 哇這裡有一大筆錢可以掛 我那時候才知道說 哇台灣的媒體已經到這個地步 什麼都可以賣 下誠誠的嘛 什麼都可以賣 你們看到Line Today 他的頭條 每天可能只有兩條到三條 是真的新聞 其他都是賣的 如果你看他舊文怎麼還出現 尤其是跨學里道 怎麼政治人物的新聞還出現 你應該可以假設 那個是他付錢的 然後他們的帳範一個人 是這樣 然後這個一個來 這個也這樣 那個就告訴你說 他可以直接去幫你採訪 做一系列的專題 總共一個project 一千萬這樣 就是每個人 就沒有一家媒體不賣 只有他的籌筆 叫做菜筆 菜筆也不是完全為 這個什麼都不買 就郭台銘我一毛錢都 我賣給你這樣子 那其他 我告訴你真話 封傳媒沒有過 我沒有來報家 因為他們當時主要嚇的都是 傳統媒體跟最活躍的網絡媒體 還有狗仔隊的問題 然後呢 每一家都可以賣 我太知道說 我的天啊 原來我們 不只是我們以為的 PTT這些 在網路裡頭的輿論 本身是出了問題 也不只是立場 什麼 我們以前覺得是政黨立場 或部落主義太嚴重 我們的市場太小 言論市場太爆炸 就是我們太多網路媒體 而且我後來就要想想也對啊 我們這市場這麼小 怎麼會有這麼多網路媒體 拿那麼多人爭心口紅 每一家都賠錢 賠錢的事情沒有人做 賺錢的事情沙徒都要做 我們現在說賠錢的事情沙徒都要做 為什麼呢 看的人那麼少 沒有又沒有business model 原來他賺錢的模式 是利用他圖 後來他知道說 這家是怎麼募款家的 我是大開眼界 所以我為什麼會 特別佩服洛志強 你要了解 經驗一個人 他在Facebook裡頭 經營到這樣一百萬人 他要花多少錢 你可以想像 有的人可能 全部整個project 給了臉書 在幾個月之內 是上千萬 幾千萬的廣告費 他可能是成長到三十萬 他自己有一大群小朋友 還想到多少廣告 那個成長就是很慢 所以 臉書沒有錢 他的運算不動 當你成長到一個數量 他就把你卡起來 但是你給錢 那個是沒完沒了的 好像一個吞噬機一樣 他就把你的錢 一直吃光一直吃光 然後他要你去推廣 我常常有書 就是一發出去 事業就把人家發出去 他就跳出來說 你可以加強推廣 每一則一百多塊 後來羅里翔就叫我說 你只要文賢姐 你只要推廣 可能推廣就是你家附近的人 我想我家附近 都是流浪狗就算了 然後他們告訴我說 有一些推廣是他後台裡頭 有一些他買來的一些人 那些人可能在埃及 跟斯林蘭卡 所以你可能買到很奇怪的人 所以 什麼樣的方法 他經營出這麼大的一個部落 這麼大的一個粉絲群 然後他怎麼樣 不得已給列書一點錢 可是又知道如何讓他自己 真正要看他列書的人成長 我想請羅里翔來跟我們分享 他如何困境地 離開了總統府的副秘區長 他也去了哈佛 我去哈佛看到他的時候騎個雜池 回到梵埔歸鎮 然後回來以後 就開始經營他的臉書 那個時候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 在政治上有點困境的人 然後還找不到自己的未來 然後他就開始經營 有一天我跟他聊天 他說 文賢姐 我現在是在台灣另外一邊 就是綠軍跟藍軍裡頭 除了馬英九跟朱瑋倫之外 我臉書的粉絲團 是最多人的人 我大吃一驚 好 我們先請他先生說話 謝謝文賢 請給他掌聲 好嗎 謝謝 文賢姐 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其實剛剛有講到 我現在的臉書的粉絲 其實在大概一個多月前 剛破100萬 所以現在是101萬 那坦白講 這個追求所謂的社群網站 發展 這個念頭怎麼會開始 因為大家可能 大家都有臉書 那可能很多的同學 也有所謂的一個網紅夢 那我的網紅夢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是為什麼開始 其實四個字形容就結束了 是走投無故造成的 那因為我曾經 曾經在總統府當過副秘書長 那時候因為一個政治風暴 忽然之間就下台了 然後下台文賢姐 下台失業了好久 沒有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心裡是蠻彷徨的 就是在想說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以及我的下一步 該怎麼走 那在那個彷徨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後來有個機會 就到哈佛大學去 當了一年的訪問學院 在那邊遇到文賢姐 可是在那個彷徨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心裡其實是有一個 你可以講一口氣啦 有點不服輸 就覺得說 我有很多政治的報復跟想法 我覺得我的報復跟想法沒有錯啊 可是為什麼這麼慘 那我就發現說 在這個網路時代 甚至可以講說媒體跟政治時代 你光有理念信念跟想法 你有道理是不夠的 你還必須有什麼呢 有道路 就是你要能夠把你的道路 到底能夠傳遞到你的選民也好 你的觀眾也好 或者你的消費者也好 你一定要有一個道路 能夠傳遞出去 而我那時候意識到一件事情就是 網路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道路 所以那時候我就定了一個 大概在2016年的時候 也是一個目標 所以我要能夠讓我的臉書 擁有一百萬粉絲 那那個時候我的臉書 如果跟你講說我要有一百萬粉絲 你相信的話那你就是傻瓜 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一個數字就知道 那時候全台灣有一百萬粉絲的政治人物 只有四個人 第一個很好猜是誰 大家猜猜看 很容易猜 誰 大家猜猜看 第二個人很好猜是誰 蔡英文 蔡英文 蔡英文職稱是什麼 也是總統 那時候總統候選人 他有一百萬粉絲 也不意外 第三個也很好猜 在台北 柯文哲 柯文哲拿生網路大事 他有一百萬粉絲 很過分嗎 也不過分嗎 第四個比較難猜 但是也是很有實力的人 就是高雄市長陳菊 陳菊那時候也有一百萬粉絲 所以當董事長跟你講說 他要一百萬粉絲 你相信他你就是傻瓜 你就是傻瓜 可是呢 經過三年的努力 我現在粉絲已經破了一百萬 那大家會問說 到底是怎麼做到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你先要有一個起點是很重要 那定了一個起點以後 然後接下來 當然就開始不斷在那個社群平台當中 去尋找自己的一個優勢 跟自己的劣勢 那實際上我認為都是實驗造成的 所以我不斷的去用很多的方式去竄 到底要怎麼樣去經營我的社群網路 你要知道 第一個我不像說其他的政治人物 或是你剛剛講的 馬英九 蔡英文 柯文哲或陳菊 我那時候其實是 剛從這個政治舞台下來 其實是顧家寡人 我也沒有資源 我也沒有預算 我幾乎什麼都沒有 情況之下 那好我要靠什麼能夠在臉書去發聲 那後來慢慢我就發現 我有一樣東西是比別人要強的 那樣東西 而且後面我大概也是靠這件事活的 就是什麼 就是我的比很快 大家要注意到 我說的是比很快 我沒有說我文章寫得好 文章寫得好的 住在旁邊 下真下決文章 跟文章寫得好 不能比 但是我的比的快 大概很少人可以跟我拼 就是說 你一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就把它寫成一篇文章 或寫成一個觀點 但是觀點不敢講 不敢講好 但是至少 還算有點水準 好 所以因此 我的快就形成了 後來很多時候 你幾乎社會上發生重大事件 第一時間 那我都能夠出我的觀點出來 那因為我過去在總統府地練過 所以兩岸國防外交 經濟教育文化 大體上國政的部分都有涉獵 所以發生了公共事務 重大事務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出來評論 我是最早出來評論的時候 那就會出現一個很重要媒體效果 媒體它會抓第一個出來評論的人 所以當媒體開始揭露以後 然後呢 有些人就會關注到我的平台上 有我的觀點 所以 當你要好的觀點 非常 那個確實 也非常所謂的 深入的觀點 那你可能到 夏珍姐這邊 或到文獻姐這邊看 但你要快的觀點 第一時間的觀點的話 你就要到羅志強這邊來看 所以九二九十這個速度 就變成是我的一個優勢 那這速度就滾動了第一波 那當然不是只有速度問題啦 那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原因 去累積這個一百萬粉絲 那這個是 該會不會有機會可以再談 那當然 可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網路時代是變動不拘的 雖然我現在有一百萬粉絲 其實我現在馬上啟動第二個計畫 也是一百萬的計畫 那因為我發現 單有臉書是不夠的 所以我現在成立一個新的頻道 在YouTube 我想要讓我的YouTube頻道能夠 也在三年內能夠到一百萬的訂戶 那目前是四萬 比我那時候一萬要好的多 所以那就是說在網路世界上 其實它是不斷的在變動 那你要必須抓到 所謂的那個脈動 還已經抓到說每個社群平台 它的屬性跟特性 然後你要能夠快速去調整 去從中去發揮你的優勢 然後去彌補你的劣勢 那這是我覺得一開始 先跟大家分享的一點心情 謝謝 我幫大家追問他幾個問題 他因為可能自己太熟了 然後忘記了 其實臉書一直在調整他的策略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去請教他 我作為老太太有一個好處 就是不斷地請教 比如我後備會的人 我就會請教他 比如臉書的時候剛開始 很希望能夠累積他的影片 或者是很希望能夠直播 然後他呢 就跟著臉書的政策走 他發現臉書喜歡直播 我幫他推廣 或是不會把他原來的粉絲 block起來 就是擋起來 於是他就去直播 他發現臉書已經不喜歡直播了 不要不去直播了 因為他想要把所有的影片 都變成他的版權 就鼓勵版權 然後他就去開始發很多影片 他發現臉書也不要影片了 他就是要文字 他就停留在文字 要照片就停留在照片 他發現臉書跟YouTube鬥翻了 他就不要發YouTube了 就是他非常清楚地在觀察 Facebook裡頭的某些策略 我講了對嗎 對 那這個部分要補充 那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好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坦白講 就是大家都知道 每個社群平台都有他的演算法 其實這演算法決定了很多的一些事情 好 那但他也其實對於所謂的在上面的平台創作者 好 那坦白講有時候也是不是很公平 因為他演算法一改變 其實他就改變掉你過去很多的努力的一個成果 好 那剛剛文切姐有講到 其實演出演算法對我來說 對大多數來說其實是個黑盒子 嚴格來講你是不會知道他演算法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他演算法怎麼改變 但有一件事情你會知道 你知道什麼事情你會知道嗎 就他演算法變了之後 你的所謂的文章影片 你的觀點 同樣類似的東西在你的社群 在你的臉書上發布的時候 你會發現突然來按讚 來留言來分享的人大減 大幅的減少 那就通常你不要第一個懷疑你自己犯了什麼錯 因為可能其實你都是 還是一樣的一個運作的方式 但你就發現可能他的演算法的規則已經改變了 好 但比方要舉個例子 像我自己在 一直在 我是一直比較追求所謂的總粉絲數的 追求總粉絲數的話 因為在早期他會配給你的 你的觸及率 會按照你的總粉絲數 他會給你一個固定的配比 我猜的啦 因為看起來我的粉絲多 跟別人的粉絲少的人 很明顯我每個文章出去的第一時間 他能夠按讚留言跟觸及的人數是多的 所以他應該有一個相當的固定的配比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在大概一年多前 快兩年前的時候 臉書突然就有一個新政策 他大幅調降所謂的粉絲專業的觸及率 幾乎都是腰斬 甚至到三分之一而已 那時候我就重災戶你知道嗎 比如他可能有一篇文章也許有一萬站 他腰斬就剩五千站 三分之一就剩三千站 那我以前花的那些功夫 就有一半都是付諸東流 那剛開始你當然其實是很生氣啦 你會想說你這樣搞 那我之前努力算什麼 但是你也沒辦法 你還是得要努力去調整 所以後來我就會開始去不斷去看說 當然去看網路上很多的文章 會分享說他的觸及率規則是什麼 比方說我曾經有一段時間發現說 他也但是為了要去直播正興起 他為了要去鼓勵 讓他自己變成一個重要的直播平台 所以當你直播的時候 他就會配給你很高的觸及率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也就開始要進入直播這個場域 但到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直播他也沒有配那麼高的觸及率的話 你可能要改變 像最近可能他是發展一個 叫現實動態的東西 所以現實動態 他又配給你比較高的觸及率 所以我現在也會做很多的現實動態 就是你要不斷的掌握他的觸及率的演算規則 那你才能夠跟上他的一個角度 但我也跟大家講 比方說舉個例子 剛不跟大家講 我現在也要準備進去YouTube了 但YouTube算剛開始 其實為什麼要進去YouTube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某種程度我覺得 極難不能只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一直改那個演算法規則 我覺得我的平台也沒有安全感 因為我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 我這一百萬的那個粉絲專業 最後其實跟我以前一萬的也沒什麼差別 我不知道演算法會怎麼改 所以此你在隨著社群的浪潮當中 其實你要給自己很多的功課就是 要不斷的調整跟改變 這是一個重要的點 我幫同學請講一個問題 你剛開始夏天決心說你要突破一百萬 然後你經營你們將近四個月好了 對 那個時候多少人 剛開始當然非常慢 剛開始夏天決心要做大概四個月 大概最多一萬五千到兩萬之間吧 從一萬但也其實漲滿多 算漲百分之五十 一萬到一萬五千是漲百分之五十 但是你為什麼沒有很挫折 你覺得我都想沒有魅力啦 我雖然在我這種父母上 只是一時的一個運氣啦 我根本就沒有什麼路可以走了 少少少去虛團虛團 為什麼你不是這樣 其實還是回頭那四個字啦 就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有一種走投無路的感覺 對你來說其實是背水一戰啊 對 你要感謝臉書一件事 那時候我看到臉書鼓勵直播的時候 我就注意到他 所以我就打給他 他去每一個場合都直播 對對對 他在發神經營 他就把自己變成一個那個 直播組 直播走路工 所以人家任何人在開記者會 他就去直播 他就變成好像記者一樣 然後到處去直播 到處去直播 都想幫你直播 然後台灣現在記者 已經沒有什麼人會有 因為他雖然才一萬多或兩萬多 那個時候 或者那時候可能已經十萬 那記者的臉書的人更少嘛 對不對 然後他用他的來直播平台 就相對記者是大一點的平台 然後其實那種大戶的 像我們這個類型的人 我們就以為自己是 某個角落裡頭 還有一點臉 顏面的人 就叫 叫 不要講馬很久 連叫我去一個人家記者會上去 直播都覺得蠻丟臉的 他不會 他真的很厲害 所以會後起直秀這樣 下一個問題 臉書叫你推廣付錢 該不該付 這很清楚 一百多塊就搭很多錢 其實我跟大家講 就是 臉書的 如果你要去追求粉絲成長 適度的投稿策略 有時候可能還是要採取 但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的投稿只能夠 把人家帶到你家來 但是留不留得下來 是跟你的內容有關的 所以如果你的內容不行 如果內容沒有吸引你 沒有辦法把人留下來的話 那你投再多的廣下去 其實都是打水漂而已 就是說人來了就走來就 他也不會停留下來 所以你總共從我到我一百萬 粉絲以後 你有沒有算過你投入的廣告預算多少錢 我主要投入廣告預算 在後期其實是跟我的 因為去年選四億元有關 所以四億元那段時間 我大概也投了 台灣人投的快要一百萬 那之前呢 之前大概沒有投多少錢 大概十幾二十萬了不起吧 對 但是我真的成長起來 到一個程度之後 那時候進到選章 那我寧可 我寧可把我的那個 選選金費是放在網路上 因為那已經網路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頻道 好 那我請教你 像 我以前是社會主要的臉書 我其實是不經營臉書 不過是因為社會主要的本 我就經營臉書了 然後呢 我告訴各位 常常有個人 以為是他們都覺得我很不錯 所以如果有錯字 都偷罵那個小編 破壞我形象 其實那小編很多就是我自己 因為我是吃了愛眠藥先 所以很多錯字 然後我這種老太婆 半夜給你發東西 都吃了愛眠藥 又老花也 錯字你們在那邊寫什麼東西 這樣子 所以無談話 沒騎 但我有一個原則 我們經營臉書好像是2014年開始 對 然後我的原則就是 我一塊錢都不付給這個 壟斷系的媒體 那我如果一塊錢都不付給你 我要看看我們可以成長到什麼階段 因為我不要選舉啊 那社會主要去經營臉書的目的就是 不想讓外面那些亂講話 或者是花了錢來亂醜化我們 或者是我們自己 沒有足夠的讓自己被別人了 就是我們的情況就是 我就逐一道圍牆起來 保護自己 護城河 就是一個護城河概念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 臉書我 一塊錢台幣 一毛錢台幣 一毛錢的一泥頓都沒有付過錢 那這樣 很不容易 真的嗎 對對對 我跟文倩姐 還有跟同學們講 其實 我的投廣策略跟別人 會有一點點不相同 就是 一般的人投廣都是投貼文廣告 就是說你寫一篇文章 那一般 有幾個規則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投廣的話 你就去看你的臉書裡面 你挑你按讚留言分享 互動數最高的那個投廣就對了 因為在沒有被所謂的廣告加群的情況之下 你還有這樣的一個比較高的水準 代表這個東西是有吸引力的 所以你要針對這個有吸引力的來投廣 但我的投廣其實不是投貼文廣 我通常是投粉專廣 就是針對粉專本身打廣告 就是說 但是針對粉專本身打廣告的話 你的觸及率通常是比較低 但是它會讓我的粉絲數增加速度比較快 可是它又跟你的那個那個粉專打廣告的方式 以及你的周邊你開始有一些行動性的議題 不要舉個例子 最近你自己有一些一些行動 造成大家的所謂的興趣跟關注 這時候你對你的粉專如果是有一個適度的投廣的話 大家對你名字熟悉 所以看到你的粉專廣告出來的時候 他會願意來按讚的人的那個動力會增加 對 重要還是分享重要 應該是分享吧 一般是認為分享重要 但是現在其實我認為未必啦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分享 你會發現 你去看 你分享別人的臉書的東西 在底下幾乎都不會有什麼的按讚 為什麼 因為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你的分享 分享的觸及率 我認為它有條例 我知道前面講都是我的經驗 因為我不知道臉書自己的實際運算法 對我用猜的 因為我會去研究 你會發現說 當我去 比如說我在貼一個 今天我分享下幾乎的文章 它可能的按讚可能就是一萬的話 那比方說我分享下幾乎的文章 它可能按讚數是一萬 可是如果下幾乎 你在你的臉書 你自己放了你的文章 對不對 我去分享你的臉書的時候 我可能按讚只剩下一千 所以它的那個分享機制 其實基本上它的配比的觸及率 並不是高的 以前分享的配比率觸及率是高的 現在分享配比觸及率未必高 所以像我這個晚上吃藍莓藥 對 發錯字 然後從不給錢 然後也搞不清楚任何運算原則的人 對 還可以爬到鬼混到九十三萬 對 算是一個 大家一個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那你在旁邊觀察 我要給同學 對 我是要告很多同學 他們應該 因為我自己並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我行我素 跟外界沒關係的人 我也必須注意你 別說在預算什麼 我要取悅你什麼 這個對我有困難這樣 是 然後所以我想請問你 你在旁邊觀察 對 因為他也跟我講過說 一個人很私利要到九十三萬 但是很難 但是他講完 你知道他 因為我是一個不會用網路 我只會用智慧型手機的人 然後呢 他講完以後 我有一天就發現 怎麼下面有一個叫Facebook 這是什麼東西 我問了秘書 他說那就是臉書啊 我發現我每一個好朋友 都有臉書 我大成績 我自己是沒有我個人的臉書 我的臉書賬號 只是拿來發文世界珠寶 然後呢 我就去聽夏真講 我再去查幾個 我覺得應該很熟悉的人 發現他們差不多都是二十 十 三十 是九 八 而且都是台灣很有名的文化大家 對 那什麼原因是會爬到那麼多 你覺得你的觀察 沒有我覺得你 我其實之前也會問問說 你今天怎麼去經營點說經營社群網路 我覺得找到自己的特色跟定位是非常重要 其實為什麼我覺得文倩姐很簡單 因為文倩姐你的 特別是你對國際觀 你對一些事物的看法 我剛剛就講過 你今天如果要看深入的東西的話 你就到文倩姐的那個平台去看 但你要看快的東西就到我這邊來看 所以這是定位的問題 你必須有一樣東西是要非常顯著的 要比其他的人要所謂的 再告一段 我懷疑你有看我的臉書 我覺得你沒有關注 我之前有 哈哈哈哈 但是我是想當 你現在取消關注 為什麼 因為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的那個臉書每次上去 第一時間就貼完我的文章就跑了 這樣子發自己 我跟你講你如果有關注的話 你就會發現 我們的臉書有很大的比例是貼我的狗 所以常常實在是沒有貼我的狗 就有人來說 為什麼沒有狗 我世界中了你快變世界狗棒了 你知道嗎 可是文倩姐 我跟你這樣講 還是有差別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對你的一個印象 他會本身對你產生興趣 所以你的興趣就連結 然後到最後這個 艾文倩幾狗 所以你的狗也很可愛 你的狗 他已經超越了我 對對對 那我想各位同學 還有什麼問題 你們待會可以留住 因為這裡有一個 這個大哈哈 懂得經營自媒體 而且他非常成功 其實我們未來會有幾堂課 找一些網紅 我發現一些網紅 他們的粉絲數 也不過就是一兩萬 就可以經營出很厲害的網路經濟 所以他可以經營到一百萬 雖然他走的是政治路線 可是這麼多人在政治裡頭 跟你講了幾千萬的廣告 最後那麼大的名聲的人 就是只不過成長到三四十萬 而且到此為止都無法再增加 而且臉書因為他們下入廣告太多 是不會給他block起來 所以他的按讚數值非常高 觸及力也很高 可是粉絲就是不會增加的 所以大家其實你們待會有問題 可以問羅志強 我們待會等下人談完的時候 你們自己準備問題啊 那如果你們不想舉手 你可以寫字條 那字條就交到前面來 我們準備站起來的同學好嗎 我們就拿傳遞給他 然後可以給我上來 量方法 能夠開放問題 在你們傳遞 下一個問題我們要講 請不要下誠 因為賴清德跟蔡英文在競選的時刻 我跟他們的一些旁邊的人都很熟 包括他的網軍 他們的網軍 那個時候最後初選的時間 應該是六月份 本來是民黨初選是五月份 那六月份的時候 年到六月份 所以大家會說這個初選 怎麼可以改變規則等等 那改變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們從大數據裡頭 撈到跟蔡英文嚴重度最高的議題是 同婚 同性結婚 所以就希望同婚可以在立法院通過 那按照立法院的議程 同婚法要通過的話 立法院的議程一定是約會快要結束 所以就是五月底 因此就要六月才初選 這個倒是跟網路沒有關係 可是呢 在三月份 賴清德決定要參選的時刻 兩個人的民調差了20% 賴清德遙遙領先參選 20% 20% 然後之後不到兩三個月之內 就是完全倒過來 那即使最後的民調方法 他有台灣非常著名的 可能也最權威的黃友泰教授 他有一點投書 認為這個民調方法是量身訂做不公平的 他替賴清德教區 那我想他的目的不是替賴清德講話 並沒有交情 他就說台灣不應該用這樣的民調方法 他用了一個很清楚的數據 台灣同時擁有手機跟電話的 大概60% 完全沒有手機只有電話的人 15% 然後只有手機沒有電話的人 大概20%到15%左右 可是最重要是要看你做民調的時間 如果做民調的時間是早上8點到10點 你可以大幅增加手機的分量 可是台灣做民調的時間 訪查員固定都是晚上7點到10點 光是一半的女性 還有很多人在家裡吃飯這些事情 家裡電話的觸舉力遠遠高過於手機 因為那個時候即使不管你在家 或是你在外面吃飯 你都不容易接手機 所以在這個情況裡頭 手機的比例在一個民調裡頭 不可以超過20% 那所以這個是洪友泰教授的主張 那他覺得當時民調的初選 把手機的家權加到50% 然後傳統其他的電話只有50% 他覺得這是一個不公平的初選 那可是我看過其他某一家 即使按照原來20%跟80%的 最後這兩個人是完全平手的 所以他還是把原來差距20%左右 完全是平手了 那這個網路的操作被認為是 當時最主要的 不只是同婚法 包括同婚通過的時候網路怎麼操作 這Credit出的時候不是民進黨 是蔡英文總統 那蔡英文總統在競選過程中 也完全遵守了發言的策略 然後盡量在網路上代表他一個主題 而他個人少開傳統的記者招待會 使得被媒體記者鑽章取義 那我想請問夏晨你來分析一下 然後從這地方我們開始來談 網路輿論的困境 好 我在講之前我先說明一下 我們在討論這個Social Media的時候 文件點是唯一可以符合我們 網路時代所謂自媒體的 就是世界周報的 所有像我們記者的粉絲頁都不叫做自媒體 我們只叫Social 我們個人的粉絲頁只有Social 只是我維持我的人際關係 我沒有要讓我的臉書成為大家關注重點 所以開地球跟不開地球是不一樣的 文件點解釋很不同的原因是 大家會在你的世界周報裡頭 想要我看到的一些資訊 比方說我要看國際新聞的時候 我不需要找其他各報 有的沒有的報道非常少 我直接到裡面去就可以了 然後羅志祥羅議員呢 他是叫做政治人物的粉絲頁 他是我們新聞媒體 News Media必須要收集資料的來源 所以那裡是我們要去找的 所以定義有點不太相同 然後回到這個王軍 我自己有那種深刻的感覺 就選舉自從2014年 其實很早經營 包括蔡英文、馬英九或者陳菊等等 經營臉書非常早 他們體會到這個趨勢 可是大家沒有想過說 Social Media可以成為一個競選策略 通常我在選舉競選的時候 不會把它納進來做廣告、文宣等等 不會 但自從2014年、2016年的情況 似乎變了 大家發覺那真的是很厲害 當你要造成聲勢的第一關 還不是說我造成舞台上人很多 而是網路聲量要夠大 網路聲量大的意思是什麼呢 有人關切你 不論喜歡你或討厭你 你要引起人家的關注 那剛剛以這個蔡英文跟賴清德的 這個初選的狀況來看 賴清德就是很明顯的一個網路上的弱勢 你們如果回去看的話 有一個很不正常的 陳爵的臉書破百萬 她是剛當高雄市長 大家最喜歡她 花媽最喜歡她的時候 但是你現在回去看 不論從當時到現在都一樣 她的臉書的互動率幾乎是零 所以我根本懷疑那一百萬粉絲 可能很多是殭屍、粉絲 不不不不不 但是這樣真的有去動的 但是蔡英文的總統的臉書是不一樣 她的臉書是比 現在馬總統的臉書互動率也多 但是在任的時候也很多 蔡英文的總統的臉書是真的互動非常非常強 所有去跟她按讚的人 都是真心覺得她讚 那是事實 賴清德相對的很弱非常弱 而且很麻煩的是 賴清德對於現在網路實行的這一套 好像沒什麼感覺 所以她雖然知道她要開始投入初選手 她知道但不曉得從何開始做 她既無小便她的小便真的很弱 而當然她可能沒有資源也沒有錢 你要曉得不要想像總統府怎麼樣 蔡英文的資源真的非常多 總統府的資源 行政員的資源 各部會資源 以及她自己小型基地人 她有各種來路非常多的網軍集團 這個是事實 全面性的投入 我在16年 我在初選 她跟賴清德初選的那時候 3月決定初選 我大概是2月多的時候 我到台大去一個講課 那時候農委會的小編1450事件 剛爆發 太好笑了 我就請同學介紹他們 就有一個她說 農委會 我是農委會的小編嗎 她很尷尬 我說不要害羞 小編目前 確實是網路時代 一個可以討飯人 行當人 那是可以當成工作的 而且現在小編 找不到工作人 不覺得丟臉 我人生第一步路 踏出去先當小編人 有本事把你的boss 扛得很高很紅化 那你真的會很行 這部分蔡英文的本事 真的非常大 而且他們不是只有一支 它是很多支 網路上狀況是這樣的 比方說我們瘋傳媒 我們瘋傳媒的粉絲數 主粉絲數 比不上文獻姐 比不上什麼議員 我們2014剛開台 那時候你還剛精明嗎 你就笑 瘋傳媒的粉絲 都低到人 不曉得怎麼樣的低 我們現在也慢慢爬到 有 那時候我們根本不懂 然後 不懂到什麼程度 文獻姐的粉絲 已經很厲害了 轉載我們 就轉分享我們瘋傳媒的文章 我們現在還有同仁 很生氣說 怎麼可以道歉 瘋傳媒的文章 他就蠢到說 不曉得人家分享你的文章 他就是在擴大你的那個 就是你自己要經營粉絲 是擴大你粉絲 跟你擴大你的傳媒的影響 完全不懂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策略上 就會分 除了主粉絲之外 還會經營其他的 依照不同類別 比方說 我們有豐盛或比較軟調性的 必須找到比較軟調性的 其他的粉絲頁來轉分享 你這樣子擴大開來 我們可能有上百萬 那主粉絲頁 到現在遠遠都沒有 那賴清德是完全無意識到他 所以他在網路身上 完全不能跟蔡文比 差距太遠 那當然啊 我在想 是不是人格特質的關係 什麼 因為網路這個世界喔 比較不一樣 賴清德的人格特質太 太單一了 他不好玩 所以他一個不好玩的人 想要把自己的 臉書粉絲也經營到好玩 基本上困難的 他無法去跟那邊去 耍一些可愛的事情 文健姐他自己不耍可愛 但是他 你知道還有狗嘛 蔡文他也有貓啊 蔡文他也有貓啊 蔡文的民調一低 真的 確實是 蔡文的民調一低 他的蔡翔翔就出馬了 這是事實 你們回去看他初選那一段 剛開始還不是靠我們 習大大的告他的土貓書 剛開始就是靠他的蔡翔翔 所以那時候 姚恩志也要抱貓 不好意思 然後這抱貓就抱壞了 就在處理貓的方式 也是要很溫馨的 就要用這個方法 所以第一波確實 而且我預估了 你看韓國瑜 高雄市長 我不曉得你們喜歡他 或不喜歡他 他在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坦白講 沒人知道韓國瑜誰 莫名其妙 派給網路上出來一張 他去看那五千個坑洞啊 坦白講 像我們的老記者 看了那張照片 覺得渾成雞皮疙瘩 都起來了 覺得很奇怪 可是網路的年輕人不一樣 就他那張在大雨中 頭低低的 一臉憂鬱的 看著那五千個坑的時候 哇 年輕人爆火 開始轉身想他 突然之間 你說那時候韓國瑜 有很厲害的小編 跟網軍嗎 沒有 他可能有用 比方說柯文哲 因為他的選擇 毫無懸念 必然會 姚文哲又太弱 所以當時就有 是有一隻柯文哲的網軍 南下到高雄去幫韓國 因為好玩 他們今天要自然 好玩我要去玩 沒有事幹 這樣就突然就這樣紅了 隨便選舉成事 然後你再看啊 現在網路 韓國瑜聲量還是非常大 但是呢 風向怎麼變了 黑韓的聲量非常大 這是完全從網路看得出來的 但是他怕嗎 不怕 你黑韓就表示 你還是有市長 我建議你選舉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也不怕 他從黑韓再把他倒回來 網軍是要這樣用的 所以賴清德拼不過蔡英文 他是真沒辦法 就他這個趨勢 真不好意思講 那個民進黨初選 蔡總統過關也是比較好的 因為如果他出來選 不論對朱立倫 或是對韓國瑜 他可能輸的機率 也是比較高 因為第一關的聲勢 網路聲量這件事情 所以下一步他就沒有辦法 說實話 台灣的領導人 如果要競選及執政 沒有網軍可以嗎 我覺得 不能說不可以 除非你很特別 但是因為他們也適應也習慣了 我剛剛講過 我們現在閱聽人的那個 所有的閱聽習慣全部變了 我們不看報紙 年紀大人可能電視還看 我都懷疑一房間 你們這些同學們 晚上會去看政論節目 和電視新聞嗎 我猜你們在連電視新聞 我們現場看電視的人 還看電視的人舉手 前面幾個老太太舉手 讓大家去個處 你們代工 有人還看電視 不一定要政論節目 看電視新聞也可 或是看電視節目的 有任何人嗎 那全部都不看了 不看不看 報紙我都不要問了 那表示我們傳統的方式 已經沒有用了 報紙連我都不看 人家很浪費時間 所以剛剛講 那個文倩姐的那個朋友 你給他建議就錯 而且他的腦 顯然他就太老了 他把所有的廣告經費 投出在傳統媒體 那基本上就得去錯誤 因為NOVAC CARES 尤其放在報紙上 你以為說買 什麼都可以買 就算你買了都沒有用 我跟你轟轟列寫了專訪 我同樣的建議是處理網路 你知道我說了什麼話 我說你這個年頭 不管你喜不喜歡 現在的網路 就跟當年 為什麼英國會打敗中國 亞洲戰爭一樣 中國清朝以為 是他在靠齊平 他在靠陸軍在打仗 他不知道人家已經 航海時代來了 人家打的是海軍 現在的網路就是海軍 那最近的真正的戰爭是什麼 這是題外話 你知道現在 盒子彈 盒子彈 只是讓別人不要打你 嚇別人 因為沒有人可以用 導彈完全不重要 驅逐艦也不重要 航空母艦也不重要 更不要講 攔截導彈的SARD 什麼最重要 無人機 最小的東西 就跟網路的道理一樣 無人機突然出了20台 然後就把沙烏地阿拉伯 買了一堆美國的飛彈 買了美國的攔截飛彈的裝置 整個所謂叫做SARD 就是飛彈防律系統 然後買了美國的一堆軍事武器 通通不好 它是美國第一大軍事出口國 可能我們台灣現在還要買軍備 我們其實應該都沒有商量說 可不可以買我們幾個無人機就好 而且印象是一個 未來軍事的一個大改變 但其實網路就很像 無人機這個概念 那 下次我要問 下一個是道德問題 你剛剛講的現象 在美國 如果川普被抓到 他用網軍 他要下台 他是一個會被全美國媒體攻擊 要求他下台的人 所以我覺得川普 大家美國已經很受不了 他發推特 我想寫一封信給全美國人 Dear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其實你們總統 明天早上 嘻笑 套炸講完漢堡 細口調出來發推特 一天有時候氣起來 連發七八個 他是比較起我們台灣的領導者 這很善盡責任 因為他自己就是小編 他自己就發推特 然後雖然亂寫的 這個外交政策 你很氣憤 可是他沒有講他人之手 He is so honest 他非常非常的誠實 其實在美國的民主政治裡頭 如果國家領導者 或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楊廣軍 被發現 他們會不會認為 他在民主道德裡頭 跟克倫文工的俄羅斯 跟中共的伊朗的網軍沒有差別 他必須下台 這是美國的政治道德 來 我挑戰您這個問題 這個真的是高難度的問題 我甚至不曉得有什麼答案 因為以我自己來講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 所以不覺得這是一個有為道德的事情 每個人都在網路上用 台灣是一個很可怕的社會 因為台灣非常小 不論年紀多大 文倩姐年紀是房間裡最大的嗎 對 我是第二的 下面有人明日 不可能 有有有 那個小 我下火星座 我們現在都會怎麼樣 我下面有一個 我在台中的小老婆 她比你老的 OK 她只有想我四五歲 你們就想像一下 還有 包括比我們年紀大十歲的人 我一定要講 台灣的手機普及率高達多少 百分之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就算比我們年紀大十歲的老人家 手機知道沒有 有智慧型手機用的意思是什麼 它就已經在線上 它沒有電腦 我有一個手機我就在線 我就online 你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說網路不網路 你在網路上的行為舉止 我們的人生就是靠著 你沒手機你沒辦法活 你還有一個 我們所有的 你不要想像 以為這是年輕人世界錯 我就跟你講 連你比我們老十歲的老人家 都用智慧型的手機 都在網路上面 討論他們喜歡或厭慕的政治人物的時候 你的競選選舉 怎麼看沒有網路呢 這裡我要問一下在場的同學 你調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比較恐慌 還是調了手機 好不好 覺得調了手機比較恐慌 就是你們失散 出去外面玩 你跟你的男女朋友 不管你是男的還是女的朋友 你會恐慌的 找不到他了 還是手機不見了 你會比較恐慌 覺得手機不見 比較恐慌的人請舉手 好嗎 我看大多數的兒子 覺得女朋友或男朋友不見 覺得很恐慌的舉手 哎呀 這愛情這麼不可靠 她女朋友在現場 其實男女朋友跟手機都一樣 調了都可以換新的 兩者差別不那麼大 來 我們來 真的是 我告訴你 我整天都說 我的手機 我第一個恐慌是我的狗不見 第二是 我的手機 就是這樣 因為有手機 你常常才覺得 你可以connect to the whole world 對不對 尤其是你現在如果 連quarty card 連信用卡 錢 如果你還卡到Apple Pay 那我告訴你 你死定了這樣子 你跟所有的人聯繫 你要見你爸媽 而且以前 像我們以前是會背號碼的 他的號碼 我還會背 例如30806068 你看我還會背 現在誰會背號碼 因為就看一個 下針就按出去 羅針槍就按出去了 他是那個年代 我很久 我也曾經年輕過 我才不到40歲的時候就認識他 所以 所以認識他 二人幾年 還會背他的號碼 這樣 現在已經沒有人會背號碼 所以你沒有手機 你也沒有爸 也沒有媽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對不對 然後現在還有人用手機 開家裡的門 你的家也回不去了 所以這個東西越發達 其實控制你就是這台手機 然後呢 控制你手機的人 如果你是Apple 因為Tim Cook 非常有道德 可是將來呢 如果Apple的獲利下降 他會去學Facebook 他把你的數據 都拿來演算 幹什麼幹什麼的 所有你的東西都在上面 都被拿去演算 所以Tim Cook 批評了Facebook的 Mark Zuckerberg 覺得這個年輕人 太年輕 賺了太多錢 他沒有遵守 企業應該有的道德 因為你不可以 把相信你的客戶 他因為相信你 還在上面使用 結果你把他的資料 拿去賣 變成一個Data 我們現在來討論 這是我剛才的問題 要請教夏真 也來開始請教羅志強 台灣還有競爭嗎 我經常想用這個例子 有一個人叫蘇啟成 在去年 他在台灣是一個大新聞 去年9月15號 夏真真嗎 去年9月15號 他是我們台灣駐日代表處 大阪處的處長 他輕生了 就是他自殺了 他自殺的過程跟一場颱風 然後淹了關西機場 台灣的旅客在那個地方 當天有一點無助 可是這個消息是被造假的 然後完全到後來 他就死了 所以以後大家覺得很憂鬱 我現在告訴你們 我的調查報告在這裡 請他們來評論 這個是瘋傳媒 對這件事情非常深入的一篇文章 剛剛我就想講深入 一位外交官之死 談他的人員 談那個架子 談固定的家鄉 他自己為台灣發聲 然後還談到這位外交官 當時是如何貧窮的一個家裡的小孩 然後他想辦法考上外交特考 而且在他的年代 那個外交官是一個榮耀 他從來不知道台灣外交在那個時刻 就是台灣風雨飄搖 一旦沒有外交就垮掉了 他沒有想到他老來的時候 進入中年 快要退休之前 外交是台灣可有可無的一件事情 比你的男女朋友還要可有可無 然後他也沒有想到 他要面對這樣一個網路 霸凌跟假新聞的時代 所以 雖然川普有些人會批評他 他創造了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 他拿來攻擊 批評他的媒體 可是他也說明了這個世界 我們都承認這是一個後真相的時代 而後真相時代這個字也看起來 後真相時代 五個字喔 他是Hartless 是無害 他會殺人 這是一個例子 然後結果這篇文章 在瘋傳媒裡頭經過 從去年到現在 閱讀人數九萬一千零六十七 案例人數三千四百四十 去年他剛死 十月份我去台大菲什科索 找去演講的時刻 當時我記得案例人數是一千多 我不知道可能 不好意思 對對對 然後呢 我說去年也一樣 下一頁 原來這個新聞 你們知道一件事嗎 news is fake 它可以是假的 and news will disappear 它會消失 我現在回去要找 當時導致它 親生的最original 原始的新聞 所以我曾經跟這個新聞 傳播這個新聞有關的所有的媒體 它在後台直接刪掉 所以這個新聞不見了 已經沒有這個新聞 已經沒有這個新聞了 然後再過來 跟它有關的新聞都是 the day 就是他們發出了所有這個 所以讓它 鋪天蓋地被勸台灣人 罵到攻擊到一個程度的這個新聞的 第二天的後新聞 所以主新聞不見了 後新聞跑出來 但是我找到一個是蘋果日報 它整理的大事記 它忘記把大事記刪掉 蘋果日報還原始的新聞刪了 但沒有刪掉它的大事記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剛開始 焉成這樣 沒想到中國領事館來了 台灣同胞問 我可以搭車嗎 然後事實上 當時它的寫法 是觀察者大陸的一個網站 它是寫 焉成這樣 沒想到中國領事館 來接人了 台灣同胞問 我們可以搭車嗎 他說你認為你是中國人就可以啊 結果在台灣的某一家媒體 標題把它改成 中國領事館派來的車子 要求你要上車 要宣誓你是中國人才可以上車 那就引起了軒然大波 可是原來的中國大陸的新聞 雖然碰到了這個問題 而且有錯誤 這個車子 你們知道到後來我查完 根本不是中國領事館的車 大家吵了半天 因為關係機場 只有關係機場的車子更進去 所以一個可能性是 免稅上面派出來一個關係機場派出來的 所以既沒有中國領事館 也沒有任何其他的車子 從後到尾這是一個幽靈車 沒有中國領事館的車 可是這個新聞可以鬧到 我們在台灣台灣討論了十幾天 結果謝昌廷也被批判 那謝昌廷被批判的原因 大家就是 你這個錄影代表在幹什麼 當然你說這是重用啊 你就是要負責啊 那鄉廷看輿論這樣 他就立刻轉移交流 他就說 我東京比大阪那麼遠 當然是大阪車處長 要負責任啊 大阪車要負責任 所以9月14號 他就發出開會通知 9月15號 要就大阪班車處 關系機場事件 檢討召開會議 凌晨派的自殺 謝昌廷有錯嗎 他做了所有真正的事 就是推卸責任 所以他也不是不一樣 但是他是在那個風暴裡頭 不得已的自保 所以Original還是這個新聞本身的真實性 跟大家做這個新聞的時候 一昧的炒作 然後就是觀察之後 來下一頁 OK 我現在找到新聞呢 第二個 你怎麼懂 第一跳到第二 OK 然後最後現在 變成 蘋果日報寫 關系機場中國人 大巴載客 要求台灣遊客 宣誓我是中國人 然後呢 最後原始新聞不見了 我現在只能夠找到 是9月6號 因為原始新聞是9月5號 那你去看喔 蘋果日報沒有9月5號的新聞 跟這個蘇啟成有關 自由時報 你找不到蘇啟成9月5號 而你也找不到關系機場9月5號 沒有蘇啟成 就是那個時候只有關系機場 所以你也找不到關系機場9月5號 三例你也找不到關系機場 那為什麼特別給你這幾家媒體 因為我來去的 來拍愛演講 演講的時候這幾家媒體 他的網站都還有 然後他的按讚數 記得剛才風產美價是三千多 當時他們的按讚都是三萬或兩萬多 所以那個比喻差太大 也就是說 以一個fake news 跟一個深入報導一件事情的 這個按讚的比喻差太遠了 而且魏远越偉言耸聽 越令人覺得 哇 怎麼會這樣 然後很氣憤的 而且是炒作兩岸問題 其實也不一定 就是越偉言耸聽 那什麼叫偉言耸聽 就是他很不尋常 那很不尋常是什麼 其實魏迪是這件事情 令人太誇張了 而且很可能一開始他就是造假的 這是我在網上慢慢學到的這件事情 然後呢 9月6號開始 新聞變成什麼 中國派車型的關係機場網媒出現 大家就是批評前面的中國網跟觀察網 他說 中國網媒觀察者網 中國駐大阪總理事館5日 派15輛軟車到關係機場 營救750名受困中國的特議士 有嚴重的浮躁造假協議 接著就是開台 台灣媒體 國內部分媒體未經查證 白白中了中國統戰圈套 這個是蘋果日報寫的 可是前一天他們也寫了這個新聞 那待會下一個文跟我們講這個新聞 那這個是自由時報寫的 那自由時報寫了什麼新聞 他待會兒會來跟我說 再下一個文 那我不是要攻擊特定媒體 只是因為這個媒體 它本來 所以一個人有立場是很危險的 因為你有太強烈的立場 太強烈的意識形態 所以呢 當你一看到這種新聞 就立刻抓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太可惡 我再給他一巴掌 所以你就很容易 掉入他的假新聞的勸套 或者你自己就很容易 變成一個造假新聞的來源 然後再來這個是9月12號了 中國任何派車進 關心機場接任嗎 日方發言人給政經 沒有這回事 意思就是說 只要塔拉里克承認自己是台灣人 也可以上車 我告訴你這新聞也不對 真正的新聞是 根本沒有任何人 可以派車進關心機場 除了是關心機場 機關自己派的車 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上車 最後證明的是 五輛巴士中國人也上 越南人也上 台灣人也上 韓國人也上 馬西亞人也上 什麼鬼人也上了 黑人也上了 矮子上了 高子上了 胖子上了 瘦子上了 全上了 所以根本沒有 從頭到尾這件事情就是一個虛擬事件 中國的關心機場網 只是要宣傳他們中國的一些網很厲害 結果到我們台灣就突然變成真樣子 OK 好 再下一個 金周刊寫了一個外交官之死 那方喚醒 敲劍牌的兩隻 講的就是我剛才說的這個事情 因為當時太多媒體 一開始大家就開始攻擊 中國大王怎麼那麼可惡 然後有一些媒體就開始說 那我們的駐日代表處 謝長平你在做什麼 然後所以呢 幾乎所有的政論節目呢 就根本就是根據自己不查證 因為新聞媒體已經不跑新聞 它就從網路抄新聞 每天一早起來 就看哪些新聞的比例率最高 就抄成它的新聞 所以他說傳統媒體就運落掉了 沒有記者 只有超限的人 然後再把超限的再誇大 他去跑新聞拍畫面給你看 這個畫面就是為了印證 他又來展開究竟 交代所謂的新聞 然後這是一個製造業 那我記得很喜歡的這個東西 是我特別找到 然後它裡頭點名了幾個媒體 大概9月5日晚間 微博一名網友 什麼的 相關內容 於隔日上的網路 就轉載到PTT 就是台灣的PTT 至此還會出現 中國巴士進到關心機場的手法 直到台灣媒體先後 有上次報導一個消息 卻誤載為 其實是誤載 原來也沒這樣寫 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 派十五站 並用慫動標題 抨擊中國的馬虎 如三立席文網 風災喊吃台灣人狗狗 中國大使館自然中國人可上車 蘋果禮堡 中國大使館派車間關心機場路客 亞台灣自然是中國人才可上車等 才成了與事實不符的假新聞 這今天還寫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實 我把它引用起來 但是我告訴你 我現在9月去看9月5號龍頭 這也許新聞都不見了 下一頁 好 剛才我們看了 剛才這個 我們待會再說 下一頁你們談一下 你對這個事情非常熟 那我也請羅志強談 我們剛談到 請羅志強說怎麼經營媒體 怎麼經營自媒體 可是這裡頭 你要有一個規則 你有一個規則就是說 我可能 像我有時候也會 復用一些錯誤的來源 因為我們不可能全世界 到處都去查證那個現場 那我們有一些歐洲特派 會給我們貼一些消息 那我就把它整理一下 那如果他給我貼錯 我也會跟著錯誤 發現錯了 我們會把它刪除 那 也就是說你已經沒有能力 觀察到太多 那有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 看的人也都意見很強 在網路上 我們比如說 轉載新加坡 聯合早報 我為什麼要轉新加坡聯合早報 因為它東南亞的新聞 亞洲的新聞 相對比 英國報紙 美國報紙的很多 那也平衡一下 那有的時候我會放MIT 麻生理工學院的科技評論 有時候會放荷蘭再寫 就是讓大家看一個不太一樣的新聞 這樣 那可是他們錯了 我就要認得錯 因為我更不可能去查證他的新聞 所以有些人就會在下面寫說 你為什麼要寫這種立場 我說那你自己去問華爾街日報 就問我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罵這個事情啊 但是我想你們兩個人 就是我們去年 總是走掉的一個外交官 那這件事情 我當時想給我在談 網紅經濟網路經營的時候 不擇手段是一個可怕的事情 那這些媒體有這麼壞心眼嗎 其實沒有 他們其實就是 記者也是被逼迫 媒體本身就是商人 他就是要 點閱率 因為他要廣告量 他要賺錢 他得掙錢 他為了要賺錢這件事情 他的良知 在這裡活得天平 他不容易放 他不容易放 那我們的原則是 如果我們 知道不對就立刻刪除 然後我們不做批評別人的事情 就是如果太強烈抨擊一個人 太誇張的行為 我們就不轉載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對還錯 可是你用這麼大的力道 去抨擊一個人 你都不知道他是對錯 就是事實不可能會犯錯 因為其他媒體犯錯 我們就會跟著錯 可是呢 如果他抨擊得很厲害 我們是不太轉載的 因為你不知道事實是什麼 那除非他是紐約時報 我們就會轉載 那請這個下程來談一下 到底你在經營一個網路 包括你們講他做個網紅經濟 你要賣一個東西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宣傳你自己 這裡頭的良知天平 應該在什麼地方 我先講一下 網路時代當然還是有記者的 雖然我們記者可能 比方說我可以坐在辦公室 我羅藝人的新聞 我看你臉書就好 我不用跑到你現場去 比方說 那你質詢的時候 我也不用到市議會 我就直接臉書看你直播就好 類似這樣 我以前還在中時的時候 我曾經開玩笑 對於記者 中時要記得 傳統雖然剛剛講 傳統媒體都落後 但傳統媒體 包括電視台 還是目前新聞記者最多的 像我們網媒 網路公司都比較小公司 記者相對來講 是少啊 那時候我曾經開玩笑 以後我只要分三條線就好了 臉書線 跑政治新聞 微博線 跑演藝圈的新聞 因為現在連包括台灣演員人 都在大陸開 微博批嘴 離婚結婚 全部都自己發 然後Twitter就發 國際新聞就好了 有川普都發Twitter 我還說跑那麼新聞 我天天看上Twitter就夠了 三條線 我沒想到啊 這是幾年 六七年前我講的話 一語成正 我後來現在完全講 真的沒錯 我現在 我都跟剛剛我講 你不要做任何的質詢 發表任何意見呢 不論你之前之後 最好同步貼文到臉書上去 為什麼呢 第一個 記者聽會聽錯 抄不會抄錯吧 抄錯呢 你放心 有文為證 我不是這樣講的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 然後再來 以剛才關西機場的事件 我只能說 當時喔 第一個新聞 不是那些可惡的網媒發的 或是不是我們那種記者 很少的網媒發的 是中央社 國家通訊社發了一個稿子 那稿子我印象太深刻 因為那時候 淹水潮很兇啊 那個中央社喔 很奇特的 發的是關西機場的現場 重點名字在哪 中央社南投機的發的 我坐在旁邊 我就跟我們走面子 我們兩個要看那個新聞 想說這個新聞 要不要轉轉載 想了半天 所以中央社發關西機場的新聞 絕對可靠 因為什麼 台灣媒體沒有人派出嘛 只剩下中央社啦 所以中央社 不能從東京大阪 掉哪個記者去 絕對可靠呢 那怎麼會難投錢記者發呢 是他家裡有哪個親戚朋友嗎 或是在機場有發生的現況嗎 Anyway 它國家通訊社 它的預算是我們繳的稅啊 中央社都還有錯的話 你不要怪網媒有錯 必然錯 所以我討論很久 那是第一個發的 然後在哪 其他相信我 包括蘋果日報 我不論它怎麼改寫 用的用詞 惡毒啦 我先不管 原始來源是國家通訊社 後續才有 而且那個通訊社 中央社發的是什麼 台灣的旅客抱怨 人家中國旅客都被接走了 我們的理事 我們的代表處在哪裡 就只有這樣子 我們代表處在哪裡 那你要想像 坦白講 台灣人跟中國人 這一點非常像 我們在出國旅遊碰到事 第一件事情 先罵自己國 都是這樣子 台灣人到現在習慣都是這樣 你只要出國去 你碰到什麼事情 就問代表處怎麼搞 都沒來 慣例是這樣 這很可能發生 所以你看中央社的新聞 你不會覺得怪異 你不會覺得說沒有那個台灣旅客 是自己掰一個 而且 我們心裡也不想 中央社去掰一個旅客 在抱怨自己的代表處幹嘛 不可能 中央通訊社 跟我們代表處關係多好啊 你會相信他不是故意造假的 那後續的衍生 就是我們就抱怨 為什麼人家中國的人 都來接人了我們 他也沒說 他還說中國都把旅客接的 也沒說是中國理事館接的 也沒說是中國派車的 只是說他們人都走 我們人還沒走 這個是事實 然後再來 後續衍生下來 到底誰派車呢 中國的媒體 從剛剛觀察網 人民日報 甚至環球網 可能轉載人民吧 都沒有說是領事館派車 而是說跟日本交涉 就我們這次表現不錯 跟日本交涉說 能不能先讓我們的人出來 我們必須說 這樣的交涉 關係機場一定會幫忙 你要曉得 日本中國遊客非常多 中國遊客多的時候 那個場面是很可怕的 遊客是滯留 因為颱風滯留 在那裡吵了 吵了 都吵半天 趕快把你們送走 對關係機場來講 是比較安全跟穩妥的做法 所以這也很合理 然後在中間說 吵了半天就麻煩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外交官輕生 就是我剛剛就講 台灣人就很累了 看到中國人旅客走了就怪 那我們代表住在哪 批發就罵了 還有一個重點是 從頭到尾所有罵的人裡頭 沒有人提到蘇啟臣 台灣人不知道蘇啟臣是誰 大膽半字錯 根本腦袋裡沒有這件事情 只有東京代表錯 對 就罵孝典 腦袋你知道我們出的代表孝典 誰去罵罪人誰啊 沒人知道他 但是因為我們的協代表被罵了之後 他也覺得很冤枉 我說雨下這麼大 我該怎麼辦呢 他的第一時間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屬於政治人物 他第一時間處理 他如果硬撐一下咬牙說 我們立刻去了解這個事情 可能就沒有 但他不是 我不曉得 他身邊權力的不安全感 他害怕 所以就是說 這是應該大膽要這麼處理 跟他這個東京是沒關係的 你一個助理代表說 大膽都跟你沒有關係 這跟我們一般常識不符 即便是公文流程 可能是 他這一推卸之後 我必須說 他又要開檢討會 要影響他考級 又說從台北有人打電話 這些應該都是事實 但是我講 因為外交官的工作 跟我們一般工作不一樣 我也很難受 我說如果 尤其是我們台灣外交處境 這麼艱難 你要受到打壓 有斷交的壓力 還有你要出門見 所有的官員 沒人會見你的 我們的外交官是這樣子 換言之 我們的外交官 必須抗壓性是很強的 你怎麼可能 我不論是網路還沒有罵他 是謝唐廷罵他 我那邊罵兩下就 所以我覺得那是應該是 累積了一段時間 我們不曉得的 中間的發生了什麼事情的過程 絕對不會 因為這樣 我不相信我們台灣訓練 而且他是老外交官 不是剛剛 考進外交部 他資深外交官 對我們台灣處境有多困難 也很清楚的 這個過程我就覺得蠻難過 所以說外網 我覺得 還有一個 剛才我不同意說 那些奇怪的媒體 發那個很 惡毒 或者很誇張言論的媒體 是為了賺錢點擊率 錯 我認為 就是你的媒體 不但有情緒 而且你有意識形態 這一點是最糟糕的 我不管是網媒 還是傳統的媒體 媒體作為平台 你要放縱自己的情緒 而助長意識形態 而且兩極的意識形態的話 那就會造成國家的悲劇 還不是媒體的悲劇而已 他賺錢了 社會分裂了 我覺得這是最糟糕的 三立蘋果的標題 就這樣 蘋果我不願意講 那可能總民間個人好物吧 蘋果是只會想要賺錢的 那可能總民也好物 三立他就變他意識形態 從老闆一直貫穿到記得 變他流淌在三立的協議了 這樣的處理新聞方式 隨時會出錯 不會只有這一樁而已 這是我是最感慨的 但是你剛剛講 有一個中央社員來發的新聞 只有說我們的助理代表在哪裡 那哪裡跑出一個新聞說 所有的台灣人要上車 要宣誓他是中國人 這是誰寫的 因為我現在已經找不到 對 我跟你講 這個新聞我印象裡是自由耶 因為我是不看電視 我不曉得三立是不是有發 我印象裡好像是自由 那這是很誇張 因為我也收到 那時候我好像時間還距離很近 那時候我好像時間還距離很近 就是蘇代表都還沒出事的時候 有圖書是這樣講的 簡單來說 比如說從國家通訊社先弄了一個錯的新聞 而且根本可能沒有旅客抱怨 或者是這件事情根本就不見得是真實的 然後接著 別的新聞就開始從裡頭演繹出來了 那演繹成他的意識形態 那我剛才談某些報社說 他是為了賺錢點閱率 是因為我知道他們有一個獎金制度 就是你的本週 你的新聞發了多少 然後他們的底薪都很低 然後他的點閱率只要高到有成就就有獎金 那當然記者 因為我看到他們已經在各種新聞做假了 不是只有意識形態 那意識形態更要做假了 所以我剛才會特別提一下 我提一下 為什麼是中央社南投記者發了 這個太奇怪了 我覺得中央社後來那則新聞也撤了 我覺得他應該要查辦 因為你南投記者怎麼可以發到關係機場 這很怪異 好了 我剛剛有講錯了 原始來源 不是關係機場 也不是南投 是哪裡 PTT PTT裡頭的 自稱是旅客有在現場的人 PTT的那個 然後是中央社的南投記者去發 我覺得 抄 對 所以這個就尷尬了 PTT你算他是算是網路媒體嗎 那這個記者 南投記者 你無聊到 有需要越過你這些線去抄這樣的一則新聞嗎 你有沒有能力去查這PTT的那個 到底是這女孩講的 還有一個 坦白講 這樣的錯誤 有可能是瘋傳連犯 不太可能是中央通訊社反 因為他們還有線 我們瘋傳媒的線是很 很 用力的非常少 會抄PTT啊 大家都知道PTT只是某一個人 一時的話 怎麼可能去抄 我們是 全部抄PTT的 但是傳統媒體 包括中時 聯合比較少 中時 那蘋果都不要講 他們是慣例抄 慣例喔 那這個我們就不可能去做這樣的事 因為就很清楚 我無法求證 你的情緒發來還是真的假的 但是 所以我才是中央社應該是要查辦的 因為他們應該也沒有這樣的壓力說 我要去抄這個新聞 羅羅羅最近還得了文學獎 開寫這樣 這個世界有良知的人 不容易 然後你犯了錯 就希望別人不要注意到 所以這個 好 羅羅講你對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經營一個Facebook 或者經營一個媒體 那最近Mark Zuckerberg 因為他臉書在全日引起的動盪 美國非常多人就罵他 因為美國後來經過調查 他在2016年大選裡頭 從Facebook取得諮詢的佔40% 從YouTube取得諮詢的佔20% 也就是他合起來已經超過70% 超過全美國所有最有名的 所有電視道報紙媒體 那美國的傳統媒體 是沒有像台灣這樣雲落的 那Facebook是什麼樣的新聞 最容易被大家看見 YouTube也是怎麼看見 就付錢 它是致病 所以大家都覺得你有錢 已經沒有良心 所以 before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雖然Facebook已經在全世界 這個現象到處都是 美國人從來不批評Facebook 因為會不會修給你當 就沒有殺到他家的火 所以就不叫做火 殺到他家去 哇 開始大罵這個Mark Zuckerberg 他自己年形象大跌這樣好 所以他今年在整個品牌的價值裡頭 就跌出使命之外 尤其他最近又提出一個貨幣 叫Libera 全世界的樣貌都攻擊他 那大家也都批評他 他就說你賺的錢還不夠 你到底要多少錢才夠 從你賣你的客戶的資訊 從你完全不負責任的 你已經是一個資訊媒體的平台 但是他最近就說 我就代表言論自由 你這樣一個人給自己一個 這麼偉大的符號 我就代表你要我去管制 這裡給我言論自由 我想最重要其實是個人的自律 像你有教你一百多萬的粉絲 我想你自己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會有一種自律 我自己也想過 像我們有93萬 但我每一個粉絲 可能關注我們可能一百 一百就好了 93乘100是什麼數字啊 很可怕欸 然後 好了我們可能有一些人已經是 其實因為我都不付錢啊 都沒有觸及他們啊 又快變成僵屍了 很可能應該是有這個狀況 我看有的時候 觸及率大概幾天 大概五十幾萬 大概是這樣 可是五十萬乘以一百也很可怕 五十萬乘以一百是什麼個概念 你算一下五十萬 五千萬 超過台灣的人口數欸 如果搞一個很傷人的 很造假的 像蘇喜城這種新聞 你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嗎 所以當你的社群媒體越大 你越成功的時刻 你的自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我要去下一個廣告 去置頂那還得了 那你要不要談一下這個事情 你的感想 其實我覺得那個文倩姐 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社群的媒體的經營 我們常常在講說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個 紅十分鐘的機會 所以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真的要在社群網路上 你要是紅的話 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一個老話說嘛 就是那個狗咬人不是新聞嘛 那人咬狗就是新聞啦 所以如果說今天 我確定我咬狗也不會怎麼行 沒有 對 我要講意思說 基本上 有些人的路徑 成功路徑 它是屬於速成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非常離經叛道 或是說你今天有一個非常誇張的舉動 你是全天下都不敢做的事情 你去做了 那現在網路實在說真的 你一定會紅得很快 可是問題然後呢 你就紅的那一次影片 接下來呢 所以那另外一種路線走法 它是比較長線經營的 比方舉個例子 我在講我自己的經驗 像前陣子就發生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就馬上考驗一個反應 就是有網路上開始去批判台北市場科文者 他讓智慧販賣機進到校園 當一出現這個新聞出現的第一時間 我看到這個新聞 你知道我的第一時間做法是什麼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馬上就到我家旁邊的小學 進去看他的自動販賣機 然後去照相他自動販機到底賣了什麼 所以我先進去做一個查證 然後我查證出來 當然說賣了一天嘛 結果第二天新聞就炒開了 然後可能就有人去罵說這叫B案啊 什麼開始就是去罵 那科文者就回罵很難聽的話 你們就在炒起來 可是當我在台上質詢的時候 你就發現 我的質詢其實網路上就有很多人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第一個跟大家講說 這跟B案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這個事情的原本 大家在炒說那個販賣機 賣了什麼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就說你們有沒有去看販賣機到底 要賣什麼 我照片給你看販賣機賣什麼 他賣的東西也沒問題 但他真的有問題是什麼 他沒有跟學校溝通就讓販賣機進去 沒有跟家長溝通 那有些家長擔心 小朋友臨時的管理 或營養金管理的問題 那是溝通不良跟 非常沒有關係 所以他講說 你當然要博第一集的目光 你直接講是B案 你當然就博第一集目光 可是如果這麼做 你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你就會去傷你的虧禮 那我在關西機場 關西機場就是事情 謝堂廷本來說要告我 幫他研究一下 他發現沒辦法告我 為什麼 因為像我自己就會意識到說 不要隨便去相信網路新聞 所以當我在引述的時候 我通常引述什麼樣的人的講話 第一個我一定引述就是你當事人 比如說我要批評謝堂廷 我就會用你的說法 來告訴你說你這樣講是不對的 然後我會去做歷史考據 告訴你過去的做法是什麼 你現在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所以當我直接指的是一個 實際上是一個正式關閒的人 他是不可能是假新聞 因為你就發在你臉書 我也在燒臉書啊 你臉書上發的東西 對 你發說你把責任推到大阪處 所以那時候第一時間 我是批判說你今天 祝日代表你的第一時間 不是展現擔當 你是把責任推給大本處 那我說以前的官員 你發現如果是過去的官員 我就開始舉例啦 馬政府官員如果以為 改做類似的事情的話 他可能把它被空到下台 所以我就用這個東西 來開始做批評 所以你的原始的那個 引述的依據要很扎實 所以要很謹慎 那因此這也是照著說 基本上像我剛剛前面講 你速度快 但是如果你引述是比較 穩當的一個來源的話 那你會創造你的公信力 所以這會產生所謂的正循環 但如果你只是快 可是你每次用的都是一些 不時來源不時消息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你也會 一定會把你公信力把它完完掉 當然說即便我這樣謹慎 我也不是沒有犯過錯 我就曾經犯過一次錯 那說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網友 他給了我一張圖 這圖真的是批評執政者 批評得很到位的一張圖 然後我想說這圖畫得真好 我就問那個網友說 那我可不可以引用這張圖 他說可以我可以引用這張圖 結果聽上去之後 那張圖沒有問題 那張圖的問題在於是 那張圖是去改了人家的圖 改了人家的圖 然後變成是一個新的人 那原來被改那個圖 就開始來罵我 那我請問各位我該怎麼辦 我第一時間就道歉了 我能怎麼辦 馬上道歉 親自到他臉書去道歉 然後道歉他不接受 底下一堆人在罵我 就一直在道歉 一直道歉 那這就是什麼 那你就馬上就學到一件事 連這種事情都要非常小心 所以你不能夠隨便去 那也是讓我學到第一課 賴的傳的東西 不要隨便相信 賴傳的東西 貼了通常都會出事情 所以不要說 有人賴傳的東西 講這個講這個講這個 尤其常常都會怪怎麼成為 文芊的名字 羅志強的名字 怪神的名字的文章 都是聽聽就好 常常那些Line的東西 常常都是不實的消息來源 所以你自己要有自律 就是你要有一個意思 就自律這樣子 對 這是我的一個好奇 他們為什麼要在Line上面 那個轉傳是怎麼傳出來的 像有一篇用我的名字 去稱讚你的前任老闆 我看了快要昏倒了 那我比那麼爛 然後呢 但你都相信 連你的老闆都相信 他我很想告訴他說 你覺得我會稱讚你嗎 然後 他為什麼會傳那麼廣 我後來聽說他總共傳了一兩百萬 恐怕不止了 我跟你講 我自己就收到起碼十次以上 你知道你覺得那文章傳了有沒有 有到傳到什麼程度 對 然後 他們想寫一篇文章 為什麼不自己去寫一篇文章 稱讚他喜歡的就是 他要灌別人的名字 他還有另外一種本事 我以前的舊文章 前面是我的開頭 後面就貼自己的文章 然後就是重現寫一篇文章到什麼 然後記得最近又有一篇文章 我不想寫什麼 對我寫我沸線來的事情 我寫嘻嘻哈哈的 他就中間給我串插 主啊什麼之類 我就變成天主教徒這樣子 然後隔幾段就主啊 結果我一個朋友同學就跟我說 我借你信的教 然後我說我真的見了鬼這樣 我說沒有 我比較像見了鬼 不是信的教這樣 但是這就是Line的特色 因為他可以貼一篇文章 裡頭自己竄竄亂改 那我覺得宗教有一點道理 那就是他階級宣傳 可是為什麼這種正義新聞 他不是自己寫一篇 他稱讚馬仙的 他為什麼去quote 別人的名字 而且我根本不是你們藍軍的人 你懂我意思嗎 他為什麼要quote我的名字 他為什麼不去quote 什麼你的前任老百姓金普聰 他為什麼不去quote像什麼烏敦義 他這個人家照起來就講到底 為什麼要quote我 大概就寫呂秀也算了 其實越不像的 擴上去的話 那種效果越好 那就是呂秀也 然後他可能 比如說 平常對這件事情 比如說對馬仙九 平常不會有特別這方面的評論 所以就很罕見 很稀少 那名字又有公信力的話 你看到文章就說 哇這個文章 這個很罕見的文章 然後呢 又是一個非常有公信力的人 你就會有安全感 你知道嗎 那安全感就說那趕快傳啊 就到處傳啊 那如果說今天舉個例子 如果說你今天有蠻久喜歡他的 還是有啦 不用講別人 有十萬人就有十萬人 看到人就把它傳出去 五十萬人看到就五十萬人傳出去 所以那傳出去再傳回來 再傳出去再傳回來 而且可以傳很多年 你知道嗎 你可能十年後 你還會看到文章再傳回來 所以它就是形成一個無限的循環 那坦白講這個事情其實我覺得 幾乎是坦白是 我覺得是不可能收回來的 因為你也無從澄清啊 因為一傳出去以後就是 就遍地開花 那那篇講到文章姐講的那篇文章非常有名 因為我已經收了十次以上 所以你會看到 那個轉傳比例有多高 然後轉傳到高 開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我可能都保持懷疑 但我說到第十次的時候 我也會相信 你知道嗎 我高台之後不是你寫的 對啊 我看了十次你就很信不信 所以你再這麼理性了 搞不好打一天我就把他貼在臉 舒哨我就丟臉了 其實LINE 還並不是最早有這樣的東西出來的 你知道最早MSN 你們大家已經不曉得MSN是什麼了 我們現在流行LINE 就是長輩圖長輩圖 從MSN的時代呢 就有一群老人家 開始習慣用電筒的老人家 比方說歲數比我還大一點 他們就很習慣用長輩圖 心靈雞湯的長輩圖 配很漂亮畫 甚至連音樂都有啊 他就專門產製雞湯 這樣的雞湯產製呢 你那邊文章 甚至可能不一定是台灣產出 有可能是大陸的 為什麼 因為大陸的微信跟微博 他們是很特殊的一行 而且很厲害 他們改寫文章或重製文章 而且製造雞湯是格外強大 強大到 而且他們海人 你是在大陸是很有名的人 他們會利用明人的說法 比你現在陳文謙寫一篇文章 他會用楊將 錢宗書的太太 一個老太太 生前她講她的人生的等等 那我跟你講 我還犯了很好笑你知道嗎 裡頭確實有楊將 老太太寫的文章真的 就像你講 頭啊 中間塞一點 尾巴再塞一點 這篇文章她那種過世前 過世的時候 我還看到了這篇文章 我立馬信以為 真因為好幾段 都是楊將老太太寫的 我封傳人還轉載了 後來她就這樣 像這裡之後 這裡有好大部分 不是她寫的 這是大陸的 他們就是我們講的說 內農農場 真的 而且還有一個 因為他們只需要改寫 不需要用人 他們確實是可以用這個方式 你不要看 你這兩百多萬點擊率 對她是有很大一筆的 輪播廣告的收益 如果她有放在網站 或微信上是有的 那是可以賺錢的 她用你的名字 可以賺得到錢的 那好像是我無從澄清 然後直到有一天 馬恩就有一些人來跟我說 她最悲慘的時候 感謝我寫這篇文章 替她說話 或想說 我那麼倒霉 好嗎 就謝謝你的感謝 你知道人生就是什麼 我昨天訪問李安 她說其實她早就看破所有事情 那我更是 我好早以前看我好高的事 但她說了一句話 我覺得是很智慧 她說她可以更看破 可是她故意不看破 因為她覺得人保留一點幻想 保留對一些事情 仍然相信世界的美好 保留人有可能 對一個人要活下來 是很容易的 所以看透 看穿這個世界的人 其實很痛苦 寧可就是裝糊塗 日本有名的一句話 那李安就說 她到這個歲數 她覺得最棒的 好像練武功一樣 知道什麼事情 該把它看破 票房 市場 可是又假裝不要全看破 要不然這樣自己會完全喪吃 你知道嗎 我大概看破得太嚴重 已經快要 兩個人都穿白衣服 快要出家 好 我們最後把一些時間 給同學們好 我們未來會有更多focus 在網路經濟 我們今天是一個opening的課程 以後我會更多的跟大家談一下 美國怎麼樣 對於Social Media 我覺得Marshley科學院 最好玩的事情是 我碰到了有一個 發明Social Media的人 是在他們那種基礎的運算裡頭 有了Facebook這些東西 另外 所以他跟我說 他在跟全世界道歉 Marshley科學院 好數是他一堆老人 合同是從他們開始 然後你們在玩網路 我就覺得最不尊重我的 就是我在 明明在寫一個email 然後我正在想 這個email我應該怎麼錯字 就一直跳出 一直跳出一些文字 對不對 就要討人厭嘛 這是我的手機 我在寫一個email 在吵什麼鬼東西這樣 不然跳出來這個 這個就強制這個 強制那個 或者你在看一個新聞 每一個 我一開始我告訴你 誰是那麼笨 投放新聞 每一個新聞 我要看一個新聞 一按進去 就跳出一個廣告 我一定立刻把它按掉 從來不知道它是廣告什麼東西 結果發明這樣 界面可以跳出來 那個界面的發明者 也是MIT MediaLive 的一個教授 前面那個是另外一個 早期的一個硬體的教授 要不然這樣跟我說 我欠不只欠世界一個道歉 我欠世界一萬個道歉 他們其實所有 原來在invented 這些事情的人 從來沒有想到這些事情 最後會out of control 就是會失控到這個地步 所以其實到後來 只能靠很多人的自律 他們甚至後來 我下次會來跟大家上課 他就開始用相同的界面 如何重新回到 我們傳統原始最重要的 就是face to face 就是臉對臉 他覺得臉對臉 人是有感情的 才是真的可以溝通 那這種龐大的數據的意義 不是拿來這樣運算 它是拿來當你討論的時候 查核你說的話是不是事實 所以給你一個data 譬如說我們想當所說的 那我有所有的data進去 那我一按下去 質詢的時候 一出來 我現在給當所的人看 這就是學校裡頭的販賣櫃 他就長這樣 他賣兩身長的東西 就屍體出來 這個事情就不需要再討論 那麼多口水戰 就是MIT 現在在麻米的界面 那我們現在同學 他不是想要走討論我們的課 他們是覺得傳播 沒有 他們上課時間到了 因為下課終生想了 那如果有什麼同學問題 剛剛上幾條來給他 可以私下幾條他 我們兩位做一個結尾好不好 因為同學上了一堂課 今天他們到最後才 而且坐在地上的同學 我特別給你們說謝謝 感謝你們 好辛苦啊 這個我到年紀大了 你知道坐在地上是很辛苦的 最後兩位做個結論 謝謝 謝謝 謝謝文慶姐 夏正吉好 還有同學們 那我的結論其實很簡單 其實就是要引用剛剛 文慶姐講的話 其實你看現在 因為雲端太發達 網路太發達 所以其實 形成另外一種很奇特的疏離感 所以face to face 其實你要反腐歸真 有時候反而才會有新的力量 所以當然有人問 不要問我說 怎麼去經營社群的媒體 社群的平台 可能如果大家關注我的 你會發現我正在做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我已經站在十字路口 講了兩百場街頭演講 十字路口 所以每次都對那個紅綠燈 就是被90秒紅燈攔下來 非停不可能的人 就是講一個90秒的概念 我這樣已經講了兩百場 我可能打算講一千場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當你開始 越來越相信網路的時候 其實你是跟真正的人群 是越來越疏離的 所以有時候你反過來 你走進人群 你直接去面對面去看 跟人群接觸的時候 你會發現兩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個 它會對你的那種連接感 那種所謂感動感跟接受感 是更高的 第二個實際上 你有機會能夠去聽到 直接來自現場那種很隨機的聲音 因為現在的網路時代 大家也要知道一件事 網路時代其實也是個同溫層時代 它的演算法太討好你了 所以它會屏蔽掉所有 你基本上平常沒有關注的人 沒有關心的事情 所以你永遠看到都會覺得說 哎呀支持蔡英文 她看到的永遠是支持蔡英文的新聞 支持韓國瑜 她永遠只能在網上看到支持韓國瑜新聞 你有沒有想為什麼 因為你的社群平台演算法已經決定 你只會看到蔡英文的新聞 或你只會看到韓國瑜好的新聞 那這個就會屏蔽掉你自己 也讓你自己被所謂的誤導 可是走在街頭的時候 對我來說 它人群是隨機的 所以這些人是誰我都不知道 支持反對中立都不知道 那有些人會嗆我 那有些人會鼓勵我 有些人會很理性的跟我討論 我的什麼事情 那這個新的政治動能 再透過網路直播 你就會發現它就有交互 它也不是只是純粹的街頭而已 它也是在民端上透過網路去直播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共犯 那這也是我覺得說 如果大家對於經營社群有興趣的話 我給了一個意見跟參考 謝謝 我大概簡單講 我覺得那位聯書技術的那個創造者 其實根本不用道歉 因為社群媒體他運用那個技術 因為壞者並不是那個技術 而是我們人性 我們自己的本質 網路其實就是 freerness, share and numbness 這是網路世界的精神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他相信人是美好的 相信世界是美好的 大家如果在使用臉書的話 你想像一下 你在臉書分享的是什麼 你的痛苦 你的悲傷 還是你的歡樂 在臉書上面的人是你 就算你用實名字 你可不可以再回頭問問自己 那是不是真實的你自己 像我自己看我的臉書 吃吃喝喝啊 爬山啊 玩啊看書啊 那是真實的我嗎 我的生活是這樣嗎 沒有 那只是我呈現出來這樣這一面而已 但經過這個過程 你會覺得生活比較好一點 比較抒發一點 即便悲傷或者是痛苦 你用一個比較節制的方式 在臉書分享的時候 你的生活其實是 是有一個 起疑過程 就你的悲傷痛會減少 你不需要太麻煩 坦白講 人際接觸是很重要 但是有些人 人際接觸是有困難 我非常理解這個事情 我在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是一個嚴重結巴的人 我無法跟人交談 我在校園裡走路 最怕碰到同班同學 我不曉得要趕快say hello 我的話根本沒辦法講 所以臉書這樣的一個社交方式 或者是社群網路 其實對一些有社交障礙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在這樣的社群網路上面 傳播仇恨的人 那是他自己人心是壞掉的 我不相信人都希望用這個方式來 霸凌別人在網路上 我不太信啊 我認為多數人還是喜歡美好的是我 那我覺得這一點 只要我們更多數人 願意在這樣的一個網路新時代裡頭 展現自己美好的這一面 坦白講 所有的科技技術都不是惡 讓技術變惡的 只有我們這人自己而已 OK 再場的同學 我想麻煩你們 謝謝幫助剛才坐在地上很辛苦 還已經先行離開的同學們 好好的鼓掌 謝謝兩位從台裡來 而且他們都非常好 他們要回去 我知道他留下來跟我們說 他是台中人 然後他家在台中 他說要回去辦辦 要不然他一夜不能睡 他要回去編排 如果你想 他要繼續去他的90秒 紅綠燈街頭上 白中街 真的嗎 走走走 大家會接到街頭也 走走走 來 謝謝各位 感謝 感謝兩位 感謝 感謝 感謝